不是,你聽到想兜巴載過去 載我而已 我想說是載特首 特首是兩個字 好,當然 政治的東西就不說了 玩具TV第十一季第六集 特別版就是用無線咪 除此之外 就是現在Walker正在拍攝的 尤達大師 不是特別版 雲限 其實我不太知道雲限的定義 等我問一下 其實雲限是由Bandao自己獨立的商店 Tamashi Nation 即是銷售自己的產品 所以我們一般都叫做雲限 因為是Bandao才可以買的 網上幫襯 整個雲限商店 大家在街上都可以買得到 為什麼呢? 他們直接在網店賣 再轉手 本身的成本很貴 所以一定是貴一點的 對,因為沒有肉吃 明白明白 所以這是一個貴的 好,那哪個物主 阿迪 那盡情玩吧 現在玩的尤達大師 封面其實挺漂亮的 又將尤達大師還有戰鬥力的模樣表達出來 在頭三集中也看到尤達大師的實力去到哪裏 當時看出戲 雖然有些人不喜歡這個 但他突然變成跳斗 那種攻擊方法 這一個戰術技巧 是令人誇然的 很有趣 一個很小的人 跳高打過六尺幾人 很搞笑 而且那個完全不是超高技巧 好,那再說一句 好 本身 人這麼小 這麼大 有些原因 也會有劇中 這個尤達大師專用的座位 因為這張座椅真的不同 這張是Senator坐的 但它是零件小的 對 度身訂造的Senator's Chair 嘩,膠字都未必 我經常有一個感覺 當時前轉三集的時候 例如設定設定 機設 甚至座椅設計 給人的感覺 好像是 去回六七十年代的美學 是這樣的 它想是 據聞那個總設計師 好像是華裔人士 所以 Darth Moor的樣子 其實都像 京劇裡面的大花面 或者大反派 其實你覺得 還有外星人 Trader Federation裡面 那兩個 Governor 都是像 古代中國的官 有很高的畫面 你看到公主 王后 那個樣子 都是很清裝 有一個大的計 在那邊倒下來 我自己的感覺 會不會是因為 例如Star Wars 四五六集 就是發生 即是那時 上映的時候 就是七十年代的美 八十年代的頭 既然它是要講 十幾年前的故事 它便會用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頭 那種美學 來做所有的設定 的合情 給我的感覺 就是有點像 好了 都展示了大部分 這個尤達的配件 有三個頭 其實都很滿意 而且你看看本身 那些雕工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上 SHF 在Star Wars 那一個Series 那些質素 是拋離 這個Arrangers 沒錯 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可能 最大可能 就是 它有一些對手 就是其他類型 譬如 鞋子寶 本身都有類似大小的產品 而且價錢很便宜 你Arrangers 那些 Black Series 都是這樣出 不是輸幾條街 但是 早期 就是 那時候 好像 復仇者那些 一來 一來 當時的 Marvel Legend 這個質量 未到現在 今時今日那種質量 所以 沒有什麼對手 尤達 那段時間 本身Black Series 已經出現了 Black Series 很棒 對手 尤達 要在那邊 提高 開發力 令它更美 讓人覺得 貴了 但 更美 也對 無論 這隻 尤達 眨眼看 確實 非常吸引 可以看看 尤達 本身的造型 慢慢轉 轉給大家看 我不斷看官圖 看官圖 看官圖 真的很仔細 看它的產品 它很細粒 你看看 手掌 手指功 比它更高 但是本身整隻 是很精細的 當然 剛才Walker 都已經個別拍了 頭 那些造工 那些皺紋 大家都看到 本身 這件衣服 可以換 也是用軟膠製 如果沒有看錯 我看到它的頭 頭的上色 它的皺紋 好像填了陰影色 是 如果鏡頭已經清楚 應該看到 其實不是這樣 單色 或者深淺色 我們稱為陰影色 高光 當然 如果想說可動好一點 除了一件外套 它的腳想怎樣踢 可動性 問題不大 當然這隻手 因為咒的關係 它只可以扭到90度左右 但是都夠玩的了 頭是很精靈的 但是 不算動得很強 上下 但是左右當然沒有問題 不過 頭的上色真是很 很仔細 很精靈 它的衣服 是 拿手脫 還是就這樣脫 因為我沒有看說明書 應該要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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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像要扭手 哦 它本身其實 扭手手腕就可以了 沒錯 因為這個 這個採道的造型 基本上吸到頭內 因為軟膠的關係 所以大家又不用太擔心 可以 退出來 拆了兩個拳頭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後面本身也有一個軟膠筍位 可以拆在後面的洞 所以 變成不會鬆脫脫脫的 等於這樣 好 拿著打劍 過癮 有一個很小的拳頭 正常波階 這樣看它的膚色 是不是太青綠 青BB 其實如果噴一噴燒光,可能感覺會好一點 因為我們盡充,它好像是深色一點 灰還是? 灰嗎? 不是,電影裡面沒有那麼紅色 那個顏色很翠綠 沒有那麼鮮色 你這個形容得非常好 官圖也想讚賞,不知道是誰拍的 我又沒有暗示實物跟官圖不同 但真的拍得很好 本身那些頭,我不知道是否認定 看真一點,其實它是做了很多陰影位 看到嗎? 很多陰影位,不是一個顏色就能夠出現效果 我認為它是零零射射射 就算是同系列XHF的其他Jedi 它都不會做這種上色的方法 在姿勢來說,和可動性,你可以看回腳 當然,破綻位是避免不了的 但如果作為一件玩具去玩 我相信都完全可以滿足到大家 它每一個關節都實正 所以變成你扭來扭去的時候 我剛才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變成大家高興,喜歡的 都真的可以想一想,入手 好,我先換另一隻手 其實從我遠看,我都覺得很像 Hesbo Black Series Yoder 因為它本身的尺寸太小 其實很多關節和造型的變化度 它的限制比較大 但我覺得它就專門出了三個頭雕 加上一些上色 就想標榜到產品的獨特性 而且你看到Hesbo的Series 就不會出這些了 Bandai的換件 Hesbo一定會出到另一個版本 配件它其實一向都不… 我真的特意… 不,我想說 鞋子部是特意不出的 我想說 它一定是另一個造型的另一個產品 Hesbo 大哥 雙手持劍都做到 你真的還想怎樣 鼻屎這麼大顆 真是神經病 這個我想 要比較一下其他品牌 因為它本身 大家都可以看回後面 所以我覺得穿崩位是在所難免 但是它將肩膊位 即是胸口肩膀 即是再分開件來拆 變了隻手可以很大幅度向前 加上扭著腰 當然如果我穿一件袍子 遮蓋的 更加完美 所以如果真的說 升折迷 這一隻油達其實都很難避免 這些錢都是要付的 我想問Hesbo是否第一隻油達 還是之前有沒有出過 第一隻 第一隻 即是四、五、六集 應該不會出的 這個說不完 但是 你問我的吸引性 一定是一、二、三集 比較吸引 起碼都多把劍 看見像跳斗一樣 劈來劈去 就是這樣 配上座 基本上都沒什麼得輸 我覺得它真的用雲限 即是雲shop限定是對的 因為如果你一個 通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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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產品 我覺得會稍稍弱 而且它不可以加這麼多配件 嗯 即是它有一個理由 可以加多配件更豐富 令到整個產品 是那個 那個比較 的advantage 多些 嗯 如果大家要用坐的姿勢 就要用回這件袍 用正常姿勢 就用回這件袍 隻抽打架 用這件袍 也有三個頭 給你選擇 大家喜歡哪個 就玩哪個 可玩性也很高 大致上 現在是在街上賣 都不便宜 不記得 幾個 剛剛賣都不記得 看看我兩塊給你收 這樣 這麼小 兩百元而已 好吧 你不要這樣 九半就可以了 金索 好 那 觀眾有沒有問題 這些很互動 暫時沒有 好 大家有興趣 留意坊間多少錢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到幾塊錢 沒有走開 有很多好東西 是的 沒有停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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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磨劍十年 這麼多位各位觀眾 看到你自信滿滿 沒錯 即是有人磨劍十年 自信滿滿 我們就交給他 先 充滿了自信 已經 省了氣 這樣搞得到 哇 玩這些東西 11點 真的 玩這些東西 是需要很大的覺悟 愛與勇氣 整張桌子搬過來 包括檸檬茶 菊花茶 他還要不會 準備好沒有 吃飽 吃飽 不可以嗎 手上去 有 可以嗎 直接用大煙 吃飽 吃飽 做飽 吃飽 吃飽 洗飽 吃飽 有你的余溫 哈哈哈哈 你把我的機器藏在我身上 有溫暖的余溫 真的很溫暖 我幫你剋亂了 謝謝你 有種坐人家坐在椅子上的感覺